疫症當前,人人為口罩奔馳 但其實哪種才能預防武漢肺炎呢? 一盒口罩拿上手,要看什麼才能防止受片? 看完這條片,你就會選擇全世界的口罩 日本口罩,首先你要懂這三個英文 term 為何 BFE 是細菌過濾效率 可以過濾微粒三微米,像花粉和一般飛沫 PFE 是粒子過濾效率 可以過濾微粒0.1微米 PFE 是病毒過濾效率 可以過濾微粒0.1至5微米 選口罩的時候,只要選PFE和PFE大過或等於95%就最穩妥 可以隔到0.1微米的病毒 但如果包裝盒只寫著PFE大過或等於95%就不行 千萬不要撈亂 韓國口罩,在香港市面上最流行的是KF94口罩 價錢不便宜,比一般外科口罩軌 又是不是物有所值? 又真的不是! 因為KF94只是有效阻隔約94%或以上 約0.4微米或以下的微粒和感染源 比日本和美國口罩 可以過濾微粒0.1微米沒有那麼好 美國口罩是用一個標準叫ASTM Level去分 但看真點,其實都是用PFE、BFE等標準 一般市民選ASTM F210011、1和2就很足夠 都可以有效預防武漢肺炎 歐洲口罩在疫症爆發之後越來越流行 它雖然沒有標示VFE、PFE等等 但只要認住EN14683、Type1和Type2都可以當武漢肺炎 只要認住以下這幾種標準 這樣就可以足夠預防武漢肺炎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,港人自救啦! 作詞・文靜落 pound Canada hugesof 楊的楊建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